手机游戏对青少年不加禁止 十年之后很可能进入一个 自杀倾向与暴力倾向的高法期 本期先从精神层面来剖析 这对我们整个民族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在历史上 一个民族土地被侵占后 接下来往往会遭到文化入侵 我们祖辈就曾被逼迫学过日语 语文课本中最后一课 其背景就是普法战争后 法国孩子即将被逼迫学德语的故事 可见之所以国家倡导教育从娃娃抓起 穷什么不能穷教育 就是因为孩子才是未来的根 再拓展一下 你会看到很多饮料的电视广告 都是一群年轻人开屏畅饮透心凉的画面 运动品牌更是激情四射 打着篮球的年轻人宣传着Just Do It 为什么不用一群老年人做广告呢 因为他们要抢占年轻人的心智 一战就是一辈子 而让人心痛的是 手机游戏正在入侵孩子们的心智 再不禁止 这颗种子越埋越深 如果认为是威严耸听 或者家里有孩子 那一定要停下去 但是下面的部分内容 可能有一段是你听不懂的 请做好心理准备 我是80后 当年一部古惑仔电视剧 让整个高中校园 男生人手一根钢管 家庭调节好点的 可能还会背上一把砍刀 亦想着为了保护学校女生 不会被社会小青年骚扰 到校外桥底下约架 那是常有的事 连走路的姿势都模仿着 陈浩南和山姬 现在想来可笑至极 但那时的我们认为 这就是人生的使命 所以不要高估孩子们的判断力 往往社会给灌输什么 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 如果45岁以上的朋友 没听懂刚才的陈浩南 和山姬是个啥 别难过 这就是代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和追求 就像爹不是你的亲爹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一样 很多70后80后也是一脸蒙逼 更不用说90后 估计连红灯记是啥都没听过 正如你我都不了解 现在孩子们的二次元 也难理解 一个娃娃就要几十万的娃圈 更别想区分开B勾D OB万万和小布 听不懂了是吧 听不懂 说明真的老了 现在最火的手机游戏 全部是杀戮与强战 这其实是成人的游戏 成人心智成熟 尚且可以接受 但孩子不同啊 他们接受到什么教育 内心就会埋下什么种子 一局局的砍杀和射击 会埋下暴力的种子 于是有些孩子 你喊他 他敢让你滚 游戏中的即时奖励 会埋下追求短期利益的种子 于是长大后 到工作中就会出现 有钱就干 少一分都不行 少听梦想 更别给老子画大饼的一群 纯利益驱动的人 皮肤购买和断位机制 会埋下攀比的种子 让他们认为 金钱至上 权力至上 以至于 一个朋友家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问我 你家是不是住大别墅啊 我顿时瞠目结舍 这本不是一个孩子 应该关心的话题 最要命的种子是 游戏中的角色 是可以复活的 这让死亡这件事 在他们的心中 变得很儿戏 漠视生命啊 何其恐怖 有人会说 不至于傻的那种程度吧 请不要忘记 孩子是一张白纸 写什么 就会呈现什么 更不要忘记 这还有一个 更重大的社会背景 00后 大多是80后的孩子 而80后 是离婚率超高的群体 2020年 吉林省离婚率 71.5% 黑龙江67.16% 辽宁65.38% 学过心理学的朋友都知道 父母角色 对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性 据统计 在应试教育 就业环境 社交障碍 网贷沉重 等巨大的压力下 自杀倾向 逞年性化发展的趋势 网上爆出过 很多七八岁的孩子 嘴里就喊出 自己活够了 这样的话 这点 不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呢 你一定听过某些宿舍楼 连环跳楼事件 那是因为 心理学中 明确给出个答案 自杀 具备传染性 另外 手机游戏 正在消磨下一代的意志力 历史中有个典故 说春秋时期 魏国的十四代君主 魏义公啊 喜欢养贺 于是整天与贺为伴 还给贺封了很多官职 享受俸禄 如痴如迷 不理朝政 也不管民情 丧失进取之志 最后呢 北敌部落入侵 战败而死 这就是玩物丧志的由来 贺现在是保护动物 没法玩了 但是手机游戏 可是信手拈来 丧志 就是把志丢了 这在古代 那可不是小事啊 人怎么能丧志呢 啥是志啊 皇帝内经原文 志单字出现了八十次 志义祖词出现了十次 这样一部重要的医学景点里 把志放在了多么重要的位置 你能感受到了吧 灵书本神记载 所以任务者为之心 心有所义为之义 义之所存为之志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感知到前面来了一个姑娘 心的作用 然后想 哎呀 做我老婆该多好 这个念头一飘过 就是义 而我下内决心 要坚决把它追到手 这就是志 所以从心意到意志 这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那你说志重不重要 而且志者 所以欲精神 收魂魄 试温寒和喜怒者也 不仅统设情绪 还驾驭精神 更调解气血 可以志贤 但不能丧志 为什么日本进入了 全面的低欲望社会 其中一个深层原因 就是游戏毁了一个民族 日本的动漫 手游 全世界第一 理所当然 也第一个 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所以以后 看见我们的孩子 干啥都提不起兴致 懒得工作 更懒得结婚 生孩子的时候 别再怪什么社会压力 哪一代人没压力 当年上山下乡 没压力吗 我们当年上高中 一顿饭 只能花七毛钱 没压力吗 其实 最本质 就是丧志了 丧在了手机游戏 当一个孩子 拱着腰 捧着手机 电话喊得听不见的时候 整个精神 都被注入到手机里了 身体是空的 典型的神不守舍 如果一代人 是这样的浑浑噩噩 还谈什么追求梦想 谈什么民族发展 综上所说 手机游戏 会让孩子在精神上 冷漠且暴力 短视且物质 迷失且消沉 强烈建议 手机游戏 对16岁以下的孩子 禁止开放 下期 我们会站在 易经和内经的角度 来聊聊手机游戏 对孩子肉体的巨大伤害 以及 为什么要限定在16岁 感恩您的点赞和关注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早日建立相关的机制 得云